大家好,歡迎回來 Walkist Studio 今次的郊遊篇,就帶大家去看看黃石碼頭周圍的景色 如果要前往黃石碼頭,可以在釋共總站轉乘94號巴士 在隔天更可以在鑽石山站乘96R線 或者在沙田市中心轉乘289R線 黃石碼頭是1960年代建成的 當時西貢的道路網絡並不發財 在這裡就成為了連接大埔教的主要途徑 現在的碼頭是曾經在2006年重建而成的 現在翠華船目在這裡是有提供街道的服務 去連接多個離島,例如是斜徑、高樓灣、打尿水和塔門 在隔天的時候更加會提供加班船,去應付遊客的需求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在碼頭附近的景色 按摩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我们由巴士董站一直向前走,是会先见到停车场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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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在燒烤場的另一邊就是露營場地 和黃石樹木研雜徑和黃石家樂徑 後者的難度就不高,可以一家大石一起去 只不過在小篇拍攝期間,天都下著無無細雨,所以就沒有去拍攝了 希望日後可以補回啦 而洗手間都在那裏附近的,有需要的遊客就可以使用 如果再向前走的話,就可以見到水上活動中心的 在水上活動中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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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次的黃石把頭分享較為簡單 最後就希望可以再分享更加深入的景點 下一次我們就會回到適用市中心去分享海濱長廊下的美景 今天就先說到這裏,多謝大家收看 大家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,歡迎CLS三部曲 comment,click and share 這條影片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同時請按旁邊的小鈴鐺 當我們有新影片出事,大家就可以即時知道 另外歡迎大家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以及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我們下一次再見,拜拜!